《海淘法师同法讲座》 《海淘法师同法》 遥远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掌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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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生命的苦 各位一定要彻底的去了解它 去思维 你要想到自己 哎呦好可怕 事实上像各位我们坐在这边 都是一个苦的结合体 没有一个不生病的 没有一个骨头会永远好的 没有你的心里都随时 因为你的爱人会离开你 你的妈妈会离开你 在爱的夫妻也会离开的 爱的必须分开 健康的必须生病 有生的一定要死 聚聚的财产也带不走 做高位的一定要下胎 这是真理 变化无常 所以大家都想要紧紧的抓住 就像我常常讲说 当一个女人就爱上一个男人 她生命就悲剧就开始 她会觉得很快乐 但是事实上还是更苦 她是那个苦 所以她想要抓住那个东西 知道吧 因为她的男人不回来的时候 她就会苦到想要发疯 她回来她就OK了 就像狗一样 因为人都以为那个是快乐 事实上是一种痛苦 所以如果你把你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给予 我们比乞丐还可怜 快乐是从自己内心的调伏而得到 快乐是从帮助众生而得到 而不是求 所以念下来 有求皆苦 所以佛跟我们讲 念下 求不得苦 这个世间 有求皆苦 但是偏偏人都要求 永远有求不得苦 像我出家以后 我认识更多更多有钱人 我才了解他们 哇 真的是苦得不得了 我在家也是因为一段时间有钱 我才觉得很痛苦 帮不了别人什么忙 只是有钱而已 也帮不了自己的忙 自己还是觉得很孤独 所以有钱他只是一个 活在别人眼中的感觉这样而已 一个享受 就像赌博一样 赌大赌小都在赌 但是觉得自己赌得很大 好像自己好像很勇敢 不怕死这样 但是你能够超越这个才是快乐 所以各位要去思维 苦一定要知道 那这个苦的原因刚刚讲了 在辈子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造成有情苦命儿 我们就是这个有情 有情就是苦的意思 无情就超越 情就是一种爱执着 那为什么会有有情苦命 因为无名贪爱 所以我们出现人叫杀父母 这个不是杀自己父母 就杀掉当初让你痛苦的原因 这个意思 所以那你要断除无名 要去除贪爱 那断除无名要有智慧 所以那你要去了解 名是什么 无名就是你不清楚 以为有一个我的存在 以为有一个你的存在 以为有这个爱情的存在 这个花的存在 事实上讲花是最好比喻的 花 各位都知道 它是一定会死的 七天以后就丢到垃圾桶了 那叫花 变成肥料了 而且花是组合体 它是经过太阳肥料 泥土 种种的因缘 的元素 所以花里面有太阳 花里面有土地的精华 花里面有水的精华 花更需要空气 所以它离开这些根本不能活 所以花是无我的 没有单独存在 它是因缘和合存在 凡是因缘和合存在的 都是变化无常 都是无自信空的 那花是如此 所以花开花谢 所以什么叫辟之佛 辟之佛就是生在一个 完全没有佛法的时代 但是他看到花开花谢 天气变化 他觉得说 这个世间一切都变化 不要去追求 他就出家了 然后出家他们就很认真 因为他随时都在看到变化 所以他就断除贪嗔痴 而正得神通 但是他不想说 因为很少人能够体悟 辟之佛是很伟大 事实上释迦牟尼佛 也是视线辟之佛 无私自通 只是他是怀着菩提心的 所以我也要去观察 观察以后 哪有永远在一起的 哪有永远抓得住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各位养成习惯 不要光听 吃饱饭以后 外面走一走 公园走一走 家里后院一直去思维这个道理 不见得你要打坐 打坐只是一个住员 参禅不在腿 在你的心态里面 禅就是让你去看清楚 看清楚 所以你了解了 你慢慢就放下 爱 所以像我要出家的时候 我问我太太说 你爱我吗 我真爱你 我说你叫假爱 我才真爱你 我希望你解脱 我希望你成佛 我希望你得到永恒的快乐 因为我不会舍弃你 你肯定会舍弃我 因为我离开 你搞不好可以嫁别的男人 但是我不会舍弃你 所以因为你这种爱 是一种欲望的爱 占有的爱 所以你只考虑到你的感受 你的寂寞 你没有感受到对方的解脱 因为我过去的太太 已经懂了佛法 为了要修行 所以我发愿意要让他们 皈依 受无戒 懂了佛教的原理 我才要出家 所以我花很多时间 都一直跟他们说 一直跟他们 让他们都了解了 再来是他自己愿不愿意放下的问题 他也是到出家很好 他也要出家 我说非常好 跟你一起 那就不用出家了 他说我们盖一个寺庙很大 然后我们就 对对对 光头撞光头 还带着儿子 全家在那边闹 他想的可没有 这就是女孩子 她很有意义 很有意思的 这个也要做出家 我刚刚我记得 我到处跑来跑去 很多女人 师父我要出家 我说好 我帮你介绍 不是我要跟你出家 Oh no 你只是看上一个男人 而不是看到一个法 那对你出家有用吗 所以 因为叫 依法不依人 不要凭着感觉走 各位这一点 一直要思维这个道理 这个法要融入在你的内心里面 而不是凭着那种感受 感受 我看到你很好 我看到你很不好 很不好 这样 那这就是你一直在感受里面 对你也有伤害 因为说叫色受想行事 各位都会背 色是肉体 受就是感受 苦受 乐受 舍受 很多人有一个乐受的时候 他觉得好快乐 好快乐 就像一个女孩子说 我觉得我跟你在一起很快乐 他已经爱上你了 因为他想要抓住这个东西 打麻将很快乐 钓鱼很快乐 像我年轻的时候 很喜欢钓鱼 因为我觉得钓鱼很快乐 那种感觉 那种做了一整天才钓一条鱼的感觉 甚至没钓到 明天再来 但是为什么 没有想到他的苦 这就不慈悲 只想到自己的快乐 所以我现在很惭愧 我现在天天都发动 我们现在国际万场放生 已经将近十二万场 你看多少放了 十二万场 就不断的用各种方法 最近又在忙着救那种鲫鱼 七公分 它可以大到这么大 就会怀孕了 鲫鱼就是我们淡水河流最多的鱼 很漂亮 一块钱台币可以救三次 一块美金可以救九十只 七公分的 而且可以活到 这么大就会怀孕了 然后就会生很多小孩 而且在什么河流都可以活 台湾真好 真便宜 真便宜到别的地方 我们在台湾一块美金 可以买十一只蚯蚓 一块台币 不是美金 一块台币可以买十一只蚯蚓 红色蚯蚓 那一块美金就可以买三百多条 将近四百个生命 我现在路上看到一块美金 我捡起来不要浪费 这几毛钱 这是一条命 开什么玩笑 以前就觉得完蛋了 都赌光了 好可怕 所以现在这些有钱真好 可以救他的命 哪怕买一块饼干 各位你想想看 你买一块饼干 可以救多少几千只蚂蚓 跟他结缘 对不对 然后散在这个河里面 多少小鱼苗跟他结缘 所以因为众生都是佛 他将来可以成佛 但是如果你只重视自己的感受 苦受热受 你可能就忘了对方 所以大乘佛教 所谓的绝授 是想了对方的苦 而不是你自己 妈妈对儿女可能是如此 妈妈没有想到自己乐不乐 只要小孩子不受苦就好了 那我们但是这个妈妈对儿女的爱 还不是慈悲 那是一种执着的爱 但是要把这个执着消除掉 叫空性 对峙掉 那你才会变成一种大爱 真爱 大慈大悲 找到生命的动力 所以苦是真实存在 苦的原因叫急 是无名贪爱 所以各位你要消灭 无名贪爱 你才会离苦 所以你要修道的意思 那修道是什么 勤修戒定慧 消灭贪嗔痴 因为所有的痛苦的轮回 六道轮回 是来自于业 业的力量 身口意造业 为什么造业 因为你内心有烦恼 就是有这些贪嗔痴 无名贪爱的意思 那贪嗔痴的根源 就是我质 根本无名 就是感觉 意识里面有一个我 比如说你现在的名字叫陈阿美 陈阿美叫我吗 因为你认为陈阿美就是你 你希望这个名字被尊重 被爱 被鼓掌 如果陈阿美被欺负了 甚至有些人会去报复 甚至自杀 变成忧郁症 因为他有一个 忧郁症 躁郁症就是强烈我执 希望自己的意见被尊重 但是偏了 就会变成一种伤害 忧郁症 躁郁症 都是要很聪明才可以的 世间的聪明 不是佛教的智慧 智慧不会犹豫症 所以各位要消灭这个无名台 那你就要持戒 修定智慧 所以那戒就代表深口意 所以各位你的 你的深口意 如果不守无戒 不修十善业 那你就会造业 所以佛教要我们先守戒律 在身体上 念一下不杀身 不托盗 不托盈 那你的身体不要去造恶业 所以 诸八戒 杀物净 孙悟空 就是戒定会的意思 所以持戒以后 从外在的行为守戒律 那你的内心 才可以修禅定 你才控制了你的内心 那我想禅定各位叫多念习 操经 拜颤 读经 打坐 念佛 这都是修定很好的方法 而且这个定 还可以帮助我们修业障 特别你在念佛诵经持重 那什么叫会 除了读经还不够 那你要按照经典去思维 生命的真相 世间的真相 就是刚刚讲的 念一下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有寿皆苦 涅槃即净 首先你要背 那所谓禅定 你要去看到 这个世间 一切一切哪有不变化的 那你才不会执着 而不是说 诸行无常 但是你却抓得不放 诸法无我 根本没有一个单独 自立存在的实体 怎么会有一个 我或你呢 那你要去分析 那为了要去分析 所以各位要好好思维 那像我 我是属于行禅的人 比如说 我很喜欢一直走路 一个人一直走 我可以走三四个钟头 但是我走的时候 我都会一直在思维那个道理 这样 这是你个人的方法都可以 你也可以用打坐 也可以用走的 就像一个男人 心情不好 他可能顶跟烟 他就在想事情 他就做烟供 所以我不会帮人家抽烟 他每次抽烟我就 烟鬼来 因为没办法 你也不可能叫他 不抽烟 但是你给他念一念以后 他不好意思了 他就会改了 所以他会去思维一个道理就对了 还有一个方法各位也很好 你点个灯 你只看那个灯的光 你也会开智慧 因为灯的光代表佛的心 所以为什么灯这么美 特别各位点树油灯 你就一直看着它 心里会很平静 因为佛就一直在加持 燃起佛前灯 灭出心头火 这个灯的光就可以把你的内心亮起来 最好的方法是在佛前点一盏灯 然后看着那个灯照着佛 佛的光 然后你就会觉得 因为所谓的空性与智慧的圆满像 就是佛的像 这样一样 所谓大慈大悲的圆满像 就是千手千眼观音 并不是有一尊真的 很一千只手在那边绕来绕去 那只是一种表法 就是说告诉我们 这种大慈大悲的一个像 慈悲即是观音 不是有真实一个观音像 今天晚上有个四只手的来找你 有个六只手来找你 你会觉得很奇怪 那只是因为人着像 那必须从像里面去找到真像 所以《金刚经》里面说 若以色与生见果是人形邪道 我们是从像去知道那个法 而不是执着那个几只手 那身上拿什么法器 也代表用什么方法去利益众生 这个意思 现在要拿个iPhone iPad 对不对 因为时代变了 所以 那佛教的真理就是修道 我们叫中道的生活 这个修道 刚刚讲了 目的是要断除 轮回痛苦的因 贪嗔痴 因为有了贪嗔痴 那你身体会杀身 偷盗 邪淫 嘴巴呢 会怎么样 念一下 妄语 恶口 两舌 奇语 奇语就是虚伪 逢淫巴结 没意义的话 妄语就是骗人 恶口就是骂人 两舌就是批评别人 各位这个习惯要改 你要修行吗 很多人是 修行可以了 交钱好 这样我不骂人很难 不说实话 那你就没有再修行 你的修行就会一直漏掉 会漏掉 比如说你捐十块会变五块 五块变两块半 然后就没福报了 因为你就漏掉了 所以嘴巴要守口业 内心里面 也要消除 念一下 千贪 称贵 邪贱 所以 那为如何对治千贪呢 各位要常怀施舍之心 你要习惯 所以我希望各位出门 多带一些 十块五块钞票 有邮人 多带一些饼干 米 像我们走到树下 一定会撒几颗米 这是佛陀规定的 佛陀说 像我们出家人 已经了解真相的人 树下就有 孤魂野鬼 树精在那边 你应该要树下撒几颗米 因为那个树 不能像你一样 走到餐厅去吃饭 他们就被关在这里面 关三百多年 如果树是三百年 所以你要在树下 撒一个食物 而且这个树里面 撒食物 鸟也可以吃 众生也可以吃 你要撒饼干 蚂蚁松鼠都可以吃 因为释迦牟尼佛 累世做了很多次的树神 他以树神的立场 来见证世间的生命 这样 所以 那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要常怀施舍心 不要谦探 再来不称慧 常怀悲悯心 来对峙你的称慧 所以 对方再怎么不好 好可怜 我想各位应该多去关心那些犯人 做坏事的人 你想想他 他们是很可怜 大部分来的家庭不好 教育有问题 或过去世的业力 他才会如此 你要一直给他思维 所以呢 那我怎么能够去帮助他 就算不能够帮助他 希望各位会念 Omari Behmio 阿弥陀佛 只念在你心里面 看到他 Hello 你这个Hello里面就几百万字的阿弥陀佛给他了 你对他一个眼神看着他就是 你得到我所有看经典点灯的功德 这样我眼神看你的手 那你就透过你的六根 不断的悲悯心 去帮助对方 那你的称慧心就不见了 再来 要消除邪见 那各位一定要念下来 正信因果 你要相信 昨天讲了 别人对待你的都是因果 要甘愿受 生病了 跌倒了 这都是一个因缘果报 这个世间没有意外巧合 但是凡是因缘果报的东西 更想一下 想进去 它只是一个暂时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变化而已 就像加热 它就变水蒸气 加冷 它就变冰块 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存在 凡是夜报的 这种因缘所生法 都是无自信的 那你要一直去思维这个道理 那我现在讲的就是 食善夜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近来讲 要断除我质贪生吃 但是你必须从戒开始做 戒跟定开始做 刚刚讲了 内心里面保持正念 这也是一种定 然后这样以后 你才能够看清楚 然后把这个我的身体 分别心把它净除掉 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我们了解 但是所谓戒定会的实践 在日常生活叫什么 念一下 八正道 对 那各位一定要 经常 现在网络很方便 就点进去八正道 它就给你写得很清楚 念一下 正见 正思维 正愚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 我就不解释太多 然后呢 那你就整个生活 不离开这个八正道 那八正道就是戒定会的实践 因为刚刚讲的 正与 正业 正命 它就是一种戒律 讲话不能骂人 不能说是非 你要生活 但是你不能去杀身 开赌场 正命 所以你身体的行为 你讲话的行为 你生活的态度 不能去伤害到众生 然后再来叫镇定 但这里面最重要是前面这两个 念一下 正见 正思维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智慧 正见是什么 就是你相信因果轮回的道理 夜报轮回的道理 也相信苦极灭道的真体 真理 那你要有这个正知正见 当然正见 刚刚讲过 缘喜 万法都是因缘和合 而无知信空的 你要有这个正知正见 叫空性的正见 所以 那所有众生都是我父母 你要多去思维这个道理 所以 那既然你有这个正见 为了不要让自己受苦 那从今天开始 有三个要做 来 正思维 思维是什么 来 第一个 不伤害众生 不贪欲 不称慧 这是三条叫正思维 站在个人解脱 你要有这伤害 因为你伤害众生 我们那天受包关灾戒 就是在实践这个 不伤害 还不起贪欲 紧继续 不生气还要利益众生 不起称心 因为这样会让自己受苦 那如果你有这个决定 所以就表现在你的语言 行为 生活上面 然后 而且你知道以后 你还要真实去做 正经济 已经造的恶业 恶业 不要再造了 还没有造的 也不要去造 已经在做了好事 要继续做 还没有做了善事 更要去做 这个叫精进的意思 那你才能够保持正念 知道 如果佛教的重点 释迦摩尼佛入涅槃 安安就问佛陀 佛啊 佛啊你不在 我们要医治什么呢 佛陀说 以戒律做老师 内心里面 安住在念下 四念住 你要修这个 四个正确的念头 住就是安住在正确的念头 你就算佛陀佛在你也可以解脱 这个叫正念 那四个念头 念一下 观身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上的心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不要光北一定要真实去观 这个是禅定 你观就是一种智慧 不是眼睛的感受 是看到真相 请问这个身体是干净了吗 不干净 三天不洗澡可以吗 没办法 不刷牙可以吗 我没办法 这个身体不但不清净 而且不断让你受苦 所以我们叫臭瓶朗 眼睛有眼死耳朵又耳死 全身排出来都是大便 意思是说 不要去执着这个身体 人很容易去执着这个身体的身材 外表 去吸引对方 去表现自己 当然如果你一直这样观想 你会觉得这个身体是苦的根源 哪怕你再有钱 他来给你一个癌症 来一个胃痛 来一个头痛 你真的是没办法的 而且老的时候 所以各位一定要经常观想自己 现在网路上有一种你现在三十岁可以给你化成九十岁的样子 然后你就拿着拐杖去走一圈 就是这样 拿拐杖还不错 还可以走 躺在床上 插个尿管 你要一直观想自己在那边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 不然你要念什么 他说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你要知道这个身体的真相是什么 你如果了解你自己这样 你也可以知道别人他在那边跳舞 跳什么跳 搬个床来 让他躺吧 那是最后就是躺在老人院 跳吧 继续跳吧 所以各位你要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不会光看在眼前的快乐跟痛苦 他看得很远 这个叫远观临近自远 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曾经带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他硬要用车子 最美的车子来载我 我也没办法拒绝 拒绝会得罪他的 然后后来我就答应了 我说好吧 我有事要办 你要去哪里 我一定带你去 我要去一个最大的老人院 结果我就带他去老人院一看 他回来就开悟了 我说躺在这里面的 有钱没钱的 出家在家都躺在那边 而且因为我去新加坡 他们热嘛 所以每一个老人上面就有一只电伤 一直吹啊 管这个老人不知道会感冒也不管 他说这样身体才不会臭了 然后因为老人 有时候公立的老人院 很多家里人从来不来看他的 对不对 那么四百个老人在那边 什么身份都有 因为多元种族嘛 有印度人 有马来人 有华人 有外国人 所以我就带他一个一个看 我说 最后你选要躺哪里 因为这个时代 你不能靠你儿女孝顺你了 有钱人 你可以睡比较好的套房 贵一点 这样而已 所以你要提早准备这个 所以对他有人生观 我也是这样 因为我就是我妈妈得癌症 躺在医院那几天 亲戚朋友要求我 我要在那边看 要孝顺 我就看清楚了 我就不再回这个世界了 我就决心要出家了 为自己也好 为我妈妈也好 进一步所谓按照经典 为众生也好 这有什么好求的 躺在那边 我再多钱塞给医生都没用 当然站在我的想法 我跟我家人说 安宁病房 缓和治疗 不要再动他了 因为他84岁了 没有痛苦的肿 比较重要 当然你救他是一个爱 那这个爱 会让他更苦 那我妈妈是不希望的 她说她不想洗肾 她也不想再开刀 反正就是这样就好了 她家里就在开会 当然我已经表达我的意思了 我说 我真的很认真 一直回想给我妈妈 一直做各种的功德 但是 这个就是生命的真相 我跟我哥哥说 哥哥 你不要一直想妈妈了 想你自己也会躺在那边 然后你要怎么办 你现在要准备好 到时候你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两个在讨论 搞不好两个都不来看你 因为他们都是在美国长大的 这种思想很正常的 所以 那你要去想 那妈妈是怎么样快乐 而且人死了有来世 你要她的是来世的快乐 你不要一直 让她多活几岁 用这种机械 对不对 然后让她受苦 因为她很苦了 因为我妈妈跟她说 我不想活了 都跟她讲了 那我就是想 就是不要再开刀了 所以 当然这就是每一个生命都是 那对我来讲 对我是很好的修行 对我妈妈的感恩 报恩 我放在心里面 我要更积极就好了 因为我加入这个对敦厕所 所以我跟我哥哥说 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尊重 我不会 我永远 各位记住 你跟任何人讲话 记住 不管你怎么样伤害我 不同 我都不会翻你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但是 只是我表达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希望妈妈换儿治疗 但是呢 因缘 我都可以接受 我不会因为这样 我说哥哥 跟你 吵架 翻念 我永远不会 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 希望她也不要对我翻念 因为我的力量比她大 医院里面的人 都是我的人 医生也都是我的人 因为海盗法师还有一点知名度 但是我只是给她讲说 我永远不会耍脸色 各位请记住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大乘的佛教徒 不管如何逆境 如何被排斥 如何被压 你都还笑笑 因为这是你的修行 百千万劫难遭遇的 人入功得超过于持戒不失 对方也没割到我的肉 只是意见跟我不一样 那这样你心里才会平静 如果你认为说 我讲一你也要一 你就不平静 你会觉得压力很大 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想法去做 所以我们只能说 努力但随缘 这样就好了 表明自己的想法 但是接受所有一切的变化 这样就好了 那你才会自在 才会自在 但是这个平静 你才会产生效力 产生功德去帮助对方 但是我回向的对象 不是光我妈妈 我哥哥 我弟弟 忙忙照顾了这些人 医生 护士 我每个都帮他写牌位 我每个都感谢他 感恩他 因为我要对待妈妈 就像对待众生 都像自己妈妈一样 这样才叫平等性 我不能因为我妈妈的舍抱而痛苦 因为太多的众生更在痛苦 只是要把痛苦放为一种力量 这样就好了 而不能因为执着才会痛苦 慈悲不会痛苦 所以我也跟我哥哥说 我是如此 所以我很平淡 你也不要太在乎我 这样 因为这个世间 有多少妈妈在做不一样的因缘 都在接受 如果我儿子有心放在自己母亲身上 而对别人有分别的话 这个就违背了佛教的空性 平等 悲心 那各位你要一直跟自己这样讲 所谓空性是以旁观者去处理这个事情 而不是说 你是我儿子 你是我老公 你怎么对我这样 那就是一个主观的痛苦 这个我值会让你痛苦 你处理你隔壁小孩的事情 你会很关心他 但是你回来不会痛苦 你还觉得你做一件善事 但是你处理你自己儿女的事情 你会痛苦到 就像你到小儿科医院 小孩子生病 插着管 祖父祖母爸爸妈妈 全家都围在那边 但是老人生病 大概没什么能围 这个社会就是一种病态的变 那这些东西呢 所谓智慧的关照 各位一定要看清楚 接下来 思维无常 体悟无常 也就是说 各位要把这个状况观想 你就是那一只狮子 你就是那个老人 你就是那被强奸的人 那什么样的状况 你都要感受到他的苦 你才会对对方有悲心 而且这种状况的苦 你才会生起出力心 不会怕这种状况 该是我的因果跑不掉 不该是我的因果 也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你也会看得很淡 但是你会生起悲心 那你要一直去思维这个 不然的话 虽然各位会念 再念一次 诸行无常 但是你就没有办法接受变化 诸法无我 但是你就紧紧的抓住你的观念 主观 各位要客观 不要主观 这个人观念很主观 那自己的想法就很难处理 诸法无我 没有一个真实的我 哪有我 我喜欢我不喜欢的东西 我是一个永恒的主宰 这个世间没有主宰 这个是佛教意义 其他宗教最殊胜的地方 这个世间没有一个永恒外在的主宰 一切都是因缘合合 夜暴轮回的道理 那这些你要不断的去思维 所以我想正念 再念一次 观身不敬 观受是苦 所有的感受最后都是痛苦 再来观心无常 你不要相信你的心态感觉 这个心是随着境界在分别探成词的 你要做心灵的主人 不要做心灵的奴隶 第四个最重要 是念出来 观法无我 所有的存在你都没有办法控制它 随缘吧 自己做好比较重要 当你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空性智慧 或是说你成佛了 你才是真实在度众生 现在我们只能说 应用众生来结缘 来修行 来布施 持戒 忍辱 这样而已 而不是说我度你 你跟你讲到半天 你怎么还在吃肉呢 你气得半死 对你也没帮助 我只能跟你讲说 吃素是最好的 那时候你吃肉 哪一天有机会 你能够改最好了 那时候你不能改 那我会帮你超度 因为我本来就要超度的 肉也要 人也要 但我内心还是平静的 所以如果各位有机会 还是要学习去短期出家 这什么意思 短期出家不是说 你能够学到什么法 而是跟一些不认识的人相处 在一起七天十四天 还跟人家合得来 那你就成功了 这是我们出家就在学这个 出家三个月师父不管你了 住三个月再说 有些住不到两个礼拜就翻脸了 跑掉了 讲了一大堆坏话 我们都活得很快乐 他还是很痛苦 因为他专门找缺点 所以各位你在美国 我发觉你在美国习惯了 这个个性跟人家不太一样 因为喜欢那种自我包围的空间 个人主义比较强 我喜欢有一个小环境小空间 隔壁不要惹我 我家有枪 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慢慢改掉 要让自己和上 和就是融合 融合于对方 接受所有的环境变化 和和而不污染 就莲花的意思吧 那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 可以在各种环境里面 跟人家和和 跟生病也和和 跟健康也和和 有钱好不好 有钱很好 我用钱也可以拿来供养三宝 利益众生做很多好事 没钱也可以 一切自在 一切随缘 那要去了解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我要 这个我就是我要 我不要 因为很痛苦 诸法无我 没有一个东西是 你可以诸宰永恒不变的 万法都是虚幻空性的 再来念一下 涅槃极境 真正的快乐 是一颗平静接受 一颗就像虚空的心一样 空性 悲心 涅槃极境 那你要 八正道里面的正念 你有这个正念 那你就可以安住在空性 平等叫正定 不起心动念 乃至永恒的悲心 站在大城市永恒的悲心 站在小城市 保持在不起贪城市的 极境的状态 所以 那这就是修行的意义 好 我想留一点时间 各位做到不耐烦了 我也讲到不耐烦了 今天会发给各位这些 解缘品 这一章很重要 这个是阿底霞尊者 这里面还有三百位 班智达大智慧者的共同加持 他把所有最重要的咒语 画成一个佛塔 画成一个塔 然后呢 你可以戴在身上 刀枪不露 鬼魔不清 他是这样讲的 鬼魔不清 然后呢 因为这是个精华 那你走到哪里 你要观想 他变成一个真实的塔 在放亮那个都市地区 所以 那做成两种 一种是这种 晶晶亮亮的 所以 永远不会坏 一种是纸片 后面有简单的讲解 等一下我会发给各位 另外还有一个是 贴在手机上的一个咒语 希望你的手机拿起来就放光了 能够利益众生 还有一个牌子 这里面有各种佩戴解脱众 他们坐在里面 各位 钱忘了戴 这个要记得戴 然后 但是戴的不是说 我保护我自己 太不慈悲了 诸佛的力量 在我这个 这个锦囊里面 希望走到哪里 他就在利益别人 都在帮助别人 所以这里面 还有应的应该是 一些众语 那 各位可以贴 好 那有问题吗 各位可以动一动 等一下我们 最后还要再简单的回向一下 法会就 即将圆满 还有几本书在外面 希望各位可以拿 有地藏经 菩提心 我本来要讲 《嘎千山伯切的教法》里面的一本 《慈悲与智慧》 这篇里面讲了很多菩提心的修行方法 但是我认为那个很白话 各位可以自己看 然后 然后 这一本你也把它带回去 好不好 《诗供养》 《甘露诗诗》 《三十七颂》 《菩提道色颂》 《白度母仪轨》 《金刚萨舵》 有很多很多 各位都可以拿来修行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施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11996-124 2203 220-6% 11996-6% 320-5233 在印度有一位奔知大叫做阿迪夏 他不仅学识渊博 而且德高望重 生命远博 对整个佛法和教义 都有非常全面透彻的了解 所以以西文是非常希望 能够将阿迪夏尊者引擎入葬 于是这个众人 他就交给了有一位叫做 加总之森业的义士 但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就是 这个义士没有成功的将尊者侵入到藏地 他把这一路的见闻 以及尊者的答复 汇报给了以西文 之后不久 他就再次返回了印度 来到了这个超界寺 跟随阿迪夏尊者 继续学习佛法 而此时呢 在藏地的这个以西文 也是年事已高 愿望还没有来得及实现 就永世尝词 那总而言之呢 那总而言之呢 就以西文就没有成功的将尊者请到藏地 所以呢 临终的时候呢 嘱咐他的侄子 成就而来 再接再历 那么成就而为了能够完成输出的遗愿 就特派纳索义士 前往藏地 纳索义士 然后呢 就是前往印度 引擎这个尊者 来实现这个叔叔的这个生前 在藏地广传正法的这个红业 下面呢 我们来讲讲纳索义士 到了印度之后的情况 纳索义士一行人呢 跋山涉水 风餐露宿啊 终于抵达了 阿迪夏尊者所在的这个超界寺 在这座寺院是 继这个纳兰陀之后啊 是印度最重要的佛学院之一 但是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 他也是曾经是密教的学术中心 而且这座寺院啊 承受这个波罗王朝历代 国王的固执 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呢 就可以得到这个国王授予的 半知道学位 所以呢 这里可以说是人才辈出 很多著名的学者和大师 都是来自于超界寺 都有谁呢 比如说 这个嘎吉派的祖师 纳罗巴 还有阿迪夏尊哲 还有后来到西藏的 释迦斯里 巴陀罗等等 总之呢 我们回来接着讲这个纳罗伊士 异性啊 他们抵达印度之后 到了这个超界寺 前面的这个恒河边上 当异性人呢 终于渡过恒河 行至寺院门口的时候 那时候就天色已晚 寺院的大名已经紧锁了 就没办法 虽然他们一行人呢 就只能在寺院外面的一个角落过夜 天亮之后呢 那时候一行人呢 就是在门外就诵经 这诵经的声音呢 被在寺院里面啊 跟随着阿迪夏尊哲学习的 这个宗族心结 一诗就听到 一诗一听呢 就知道是藏族人 所以呢 就想出来探个究竟 于是呢 他从寺院里面出来 用藏文询问 那处一诗一行人啊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啊 是为了引擎班智大呢 还是为了学习佛法呢 这个时候呢 就外面的这个纳索医师等人呢 这一路的艰辛 全是外国人 外国话 突然之间呢 就听到了熟悉的藏文 熟悉的声音之后呢 那就特别的 你就是 就不要 不要体有多么的开心 跟激动了啊 有点像是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激动过后呢 他们就回答 这个宗族心结 我们都是为了 引起尊者 阿底下尊者 入葬而来 总之心给一听呢 就马上就说到 你们千万不能跟别人 或者说 或者就抄戒丝的人说啊 你们是为了 引起尊者来 这样他们就会 很不高兴 所以呢 他们 你们呢 就先稳住啊 什么都不要说 呃 做出一副 假装来学习的样子 等到这个机会成熟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们 呃 怎么来引起尊者 于是呢 这个纳粗异行人 一直留在这个 抄戒丝学习佛法 大概过了 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才终于有一个机会 告诉尊者 他们死刑的 这个真正的目的 阿底下尊者 听后呢 说到啊 看来这个藏地的国王 真的是一位大菩萨在世 菩萨的话呢 我们就怎敢违背啊 而且为了佛法的兴盛 尤其呢 你们又如此 呃 不远万里 啊 来到此地 所以呢 这次呢 我会一定想办法去一趟藏地 满足你们的这个祈愿 接着呢 就尊者就特别 为此引请 就是提请了杜姆 因为他的本尊就是杜姆 那杜姆呢 就告知尊者 此行 进葬 利益会非常大 特别是会利益到 有一位在家居士 啊 这个在家居士 具体是谁 我们之后再说 不仅如此呢 这个尊者呢 还太特别的 为此去了金刚座啊 在齐秦 和占卜 结果也是一样 所以呢 就是阿底下尊者呢 最终下定决心要去远赴西藏 弘法立生 同时呢 他也就是跟当时的这个国王和超戒斯的指示们 有约在先 那此行只去三年 三年之后就会返回印度 不久之后呢 他们就启程去藏地了 当时入经尼泊尔的时候 很遗憾的事情就是 那位 祖珠森基医师呢 途中就圆寂了 于是呢 阿底下尊者说 他的医师就去世了 这等于是我的舌头没有了 去了藏地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这么一说呢 纳索医师就说 在藏地有著名的人先散播等很多医师 而且呢 一些比较简单的对话 自己也能可以翻译 所以尊者一定前往西藏 所以呢 后来阿底下尊者也没有回头 直抵阿里 所以呢 当时的情况呢 就更加的混乱 那么人先散播呢 他就在年少的时候 就曾远赴印度 主要在喀什米地区 学习佛法 后来呢 他又回到藏地 得到这个以西韦的 青睐和赏 赏 赏 所以呢 以西韦呢 就请他带领 这二十几个人的这个队伍 前往印度学习 升藏 后来呢 他又在 印度呢 学习了很多年 所以呢 无论是佛法的典籍 理论和教授 还是密法 密法的内容和修行 他都可以说是受过正统教育和完整的学习 而且又是精通藏文和范 所以呢 当时呢 他再回到藏地的时候呢 就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论 尤其是密法的典籍 也翻译了不少就是医学的典籍 也对这个藏传的医学 起到了相当大的这个作用 总而言之呢 他对这个藏传佛教 尤其是这个密法 打下了一个全新的政法根基 所以呢 从他开始的这个密教啊 就被后人称为新义派 所以呢 就是在他之前翻译出来的这些密教典籍啊 以及流传的这些教授口节啊 都被称为旧义派 可能很多人啊 不太有听过啊 这个什么旧义派或者新义派这个名字 但是呢 如果换个名字 可能很多人就会非常熟悉啊 就是宁玛派 宁玛呢 在藏文在藏文里面就是旧的意思 因为宁玛派他们说他们自称的就主要的修行传承都是来自旧义的部分 也就是说在前红旧留下来的密法内容和教授 作为他们主要的传承 所以呢 他们自称旧义派 但是呢 在藏文里面啊 省去了一个义字 就只有旧 所以就变了宁玛这个词 那么 阿迪侠尊者抵达藏地之后 抢救而是怎么迎接他的呢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我们下回再分解 谢谢大家 护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般若波罗蜜 不距离人 一切菩萨 宗监 咦 此飞 闻 等 到 min 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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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是一趟感恩之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